就在昨天美國國會眾議院在無異議的情況下通過決議案 譴責中共的間諜氣球在美國領空的公然入侵 與此同時美國政府也公開了更多有關間諜氣球的細節 一名美國國務院高級官員表示 中共的間諜氣球上裝有天線可以收集通訊信號 而且間諜氣球也同時配備了大型太陽能板 為收集情報的感應器提供能源 另外這個間諜氣球的製造商是與中共官方有直接聯繫 這些證據鞏固了美國政府認定 這個氣球是間諜氣球的說法 而不是中共所宣稱的用於氣象研究 此外這位官員也表示 中共已經是五大洲的四十多個國家 利用間諜氣球來進行情報搜集行動 至於拜登政府高級官員以及軍方負責人就來到國會接受質詢 美國軍方表示在間諜氣球接近阿拉斯加州的時候就已經偵測到它 但是直到間諜氣球進入美國大陸上空之後 軍方才認為它已經對美國構成實質威脅 並且得到總統可以擊落它的命令 而至於沒有提早擊落間諜氣球 除了擔心危及地面的人之外 還考慮到擊落位置 是否會有利於完整收集氣球殘骸以變後續研究 至於美國常務副國務卿謝爾曼就在聽證會上表示 間諜氣球事件是中共試圖重塑國際秩序的最新例證 美國官員表示拜登政府正在考慮將六間與中共間諜氣球計劃有關聯的公司列入制裁名單當中